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百八十九集 贞德二十六年 陆爷早年间虽脸才无数 但甚至自己职业凶险 早早的留了后手 在内城购置了一套宅院 留下不少财产 他儿子留房后 陆爷的发期带着家眷住进了内院 本来依旧可以过上锦衣玉尸的生活 奈何打更人都是一些滚刀肉 隔三差五的敲诈人贩子的家人 把他们转的黑钱通通炸干 于是陆爷的家眷又搬回了外城 如今在北城一个小院里生活 一个孙子 一个儿媳 一个祖母 李玉春带着许清安敲开了小院的门 看门的是个姿色不错 神情软弱的妇人 她正在江西衣衫 穿着粗布裙 分外朴素 院子里一个孩子在骑竹马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撒料养鸡 看到李玉春的打更人拆服 老妇人和小妇人脸色大变 后者唯唯诺诺 浑身发抖 前者则泼辣得很 波旗一丢又哭又叫 官兵欺负人了 官兵又来欺负人了 你们逼死我算了 我就算死了也要让乡亲们看看 你们这群王八蛋的嘴脸 老妇人年轻时想来也是彪悍的 倒也不奇怪 毕竟是人牙子头目的发漆 李玉春上前踢了几脚 鹤骂道 闭嘴 再嘲嘲嚷嚷 就把你孙子抓去卖了 似乎触及到老妇人的逆临 她果然安静了 院独的瞪着李玉春和许清安 许清安把院门关上 绕过一坨坨的鸡屎 迈步到老妇人面前 沉声说道 问你几个问题 老师回答 等老妇人点头 她问道 陆爷是人牙子组织的元老 老妇人眼神闪烁 什么元老不元老的 我一个富到人家 我什么都不知道 哦 什么都不知道 许清安恍然点头 拉扯着小妇人 往屋子里去 宁笑道 小娘们长得挺标致 老子进屋爽一次 尴尬的是 小妇人涨红了脸 偷偷打量 许清安竟然没叫 许清安恼羞成怒 哼 再迈到窑子里去 哦 娘 快救我 小妇人 这才尖叫起来 哼 把这小兔崽子也卖了 她又补充道 老妇人急忙抱住 小孙子大声说道 别别 我什么都说 什么都说 老妇人告诉许清安 陆爷原本是个 有手好闲的混子 整日无所事事 好勇斗狠 结交了一群市井之徒 直到有一天 有人托他弄几个人 再后来 从委托变成了收编 人涯子组织就诞生了 陆爷带着兄弟们 进了该组织 就此发迹 许清安询问 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老妇人回忆了一下 皱着眉 没记错的话 是贞德26年 贫苦生活迎来转折之年 对他意义极大 印象还算深刻 贞德26年 怎么有些耳熟啊 许清安心里嘀咕了片刻 身躯陡然一阵 表情登时凝固在脸上 先帝起居录记载 贞德26年 先帝邀请地宗到手 进宫论道 先帝起居录记载 贞德26年 怀王与原警 在南院身处狩猎 遭遇熊皮袭击 随身侍卫死伤殆尽 贞德26年 有人托陆爷秘密 截掠人口 而这些人口 被秘密送进皇宫 由此可以推测 平远伯府的土断术阵法 简于贞德26年 全都在同一年 过了很久很久 许清安用尽全身力气般 喃喃自语 弟宗到手 原警帝的一切异常 都与贞德26年的某些事有关 都与弟宗到手有关 我猜的没错 弟宗到手是传联所有线索的那根线 他与当年的事脱不了干系 这样的话 下一步去查什么 去哪里查 已经很清晰了 下一个追查的目标是皇家猎成 南院 少年时的怀王和青年时的远景帝 在南院遭遇了猛兽的袭击 侍卫死伤殆尽 最终怀王生死熊皮 解决危机 这一段描述漏洞太大了 两位皇子的侍卫 其中肯定有高手 而且数量不少 什么熊皮能把大内高手杀光呢 黑熊精嘛 当时就觉得不太合理 只是没有前后对照的线索 单看这段信息 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 毕竟起居路是可以被修改的 不排除起居郎或先帝 再为怀王造势吹嘘 篡位历史强行抬高形象这种事 皇是做的太多了 许清安内心念头闪烁 表面却渐渐的收敛了震惊 变得正常 他看向李玉春 头儿 走吧 未经得到想要的答案 李玉春汉手 老夫人看着两人跨出院门 看着身影消失在门口 紧紧地抱着孙子嘟囔道 这群官府走狗 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 他旋即看向儿媳 见他屋子盯着院门 怒火直冲头顶 尖声怒骂 小蹄子看到俊俏男人腿都合不拢了 老娘只要还活着 你就别想改嫁 别想偷汉子 守活挂守到我死再说 告别李玉春后 许清安骑上心爱的小木马 飞快地返回徐府 他奔回房间 在书架上找到二郎留下的先帝 起居路 职业哗啦啦地翻动 停在贞得二十六年 草书内容他看不懂 但是日期他还是能勉强看懂的 我没记错 确实是贞得二十六年 这一年 帝宗到手入宫 这一年 平远博正式向皇帝输送人口 这一年 怀王和原景帝 在南院遭遇熊皮 另外 先帝起居路终止于贞得三十年 也就是说 四年后先帝去世了 我没有看过史书 问一问学霸们 许清安在书桌后坐下 取出帝书碎片 他刚要传书 手指猛的一顿 改为私聊 精神力勾连一号帝书碎片 一号不搭理他 并给了他一巴掌 许清安欺而不舍的发起私聊 一号见状 便没有再拒绝 接受了他的传书 什么事 先帝是什么时候冰天的 贞得三十年 你问这个作甚 当然是查案相关 我还有些事要问 南院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越详细越好 特别是贞得二十六年时的情况 另外 先帝在世时身体状况如何 有没有隐疾 因何变故 南院是皇家猎场 在南辰京郊 方圆两百六十里 南院有四座行宫 以东南西北四座门秘密 南院为静院 院内几乎不住人 不耕种 只有海户负责管理 海户 专业养鱼吗 能够这个海王也是海户啊 许清安黑了一声传书道 海户是什么 宫里容不下的近身之人 许清安夹了夹腿 至于震得二十六年的情况 我就不清楚了 至少现在不能回答你 停顿了几秒 一号传书 先帝冰天前一年 身体已经很糟糕 坚持一年后病故 隐级方面 我需要查卷宗 才能回答你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尽早给我答案 我这边查到一些线索 还不能完全确定 得等你的反馈 以怀青旺盛的好奇心 他肯定会竭尽全力的完成任务 然后从我这里获取案件 进度 这就是怀青的好处 要是换成表表 小画本一看 什么都忘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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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cial